很清爽 有 原野的味道,因為有一些野菜 有海的味道,因為他有那個小干貝 疫情期間,應該很多朋友會自己煮東西吃 你看我現在煮野菜冬粉,這個是野餡 野生的餡菜,然後這是萝卜 夏天的,但是還有一些葉子,還是可以採來料理 這個是超市買的,這個是那個 豌豆櫻,那我覺得不要加太多,因為豌豆櫻有一個味道 我們要他的營養健康,那是味道多,我覺得不好吃 這個我好喜歡的,這是我爸爸曬乾的高麗菜 那是抹鹽去曬乾,然後會有點像芙菜的味道 那是要泡水,為什麼?因為他第一個他會變大 就會膨脹,再來就是才不會太鹹 另外啊,這一邊還有香菇,我覺得香菇超好吃的 特別是新鮮的香菇 等下會切片,然後呢,這是泡麵用剩的油啊 這個切片淋上油後拿去微波爆香 等下會教大家 再來就是冬粉囉,我先泡過水的冬粉 然後等一下還要煮湯 大家看他這個湯很特別喔 那我覺得干貝有提鮮的效果,所以上面放了小干貝 那旁邊那個一粒一粒紅的是樹豆 我第一次這樣煮煮看,但是因為這兩個都比較堅硬,就先泡水一下,再來料理 香菇已經切片了,然後你淋一些植物油,或是一些油 那像我是這有泡麵絲呢,這油包就把它淋上去 那這樣淋上去之後啊 這個就沒有要煮,就要拿去微波爆香 好,把鮮菇放進微波爐,我是用大火力 然後調一分鐘 那每一個微波爐的那個功率不一樣啊,大家再調整看看 一分鐘後是這個樣子 你看有煙有香氣了,那可以再一分鐘 你也可以中途關掉 就是只要你覺得那個香氣呀,已經是你要的香氣跟熟度,你就可以備用了 現在來煮水囉 開最大 然後呢 裡面呢,我會先放這個剛剛用泡過水的這個高麗菜,他會慢慢再繼續膨脹 我都還沒有加野菜葉,這個乾高麗菜就慢慢慢慢膨脹起來了,哇 這樣的蔬菜量很足夠 我怕味道太重,再加了一點水,然後煮到滾 要把野菜放進去了 有我種的油鍋跟那個野餡 那這樣之後啊 我就來放冬粉,因為冬粉可以煮蠻耐煮的,現在放下去也OK 來把它拌一下 干貝膨脹了 希望素豆能煮熟 那因為冬粉放下去,溫度降下來了 等他煮廢後,我就關小火再燜煮一下下 燜煮差不多了 然後放上這個豌豆櫻 然後放上這個豌豆櫻 板蝦 都煮熟後就關掉熄火 然後呢,把它倒進剛剛那個預備好的湯丸 野菜冬粉 野菜冬粉完成了 裡面有哪些材料呢 我放了野餡 然後還有 豌豆櫻 然後還有 萝卜 還有 高麗菜乾 然後這個上面這個是我的 樹豆 我種的樹豆 有10粒 然後還有 還有鮮菇 還有海味,就是要加了這個小干貝 提鮮味跟鹹味的 哇,等一下來試吃了 來試吃這個野菜冬粉了,我剛剛又撒了白胡椒粉,跟這個加了一顆乳蛋,這樣營養比較均衡 先吃冬粉,冬粉會吸一些湯汁 吃冬粉,你看這個冬粉 嗯 有一個鮮味,海的鮮味,應該是那個小干貝的幫忙,還有香菇的鮮味 然後我們來吃 我覺得這個,我之前有煮過別的方式,很好吃這個高麗菜乾 一點點脆脆的 然後呢 有一點點福菜的味道 有一點厚度 嗯 再來鮮菇 喔 鮮菇很香 而且裡面,因為是新鮮的,所以水水的 很多汁 來吃野菜,這個是野餡 有那個餡菜的味道 這個是萵苡劇囉 哦 梗還是脆脆的,一點點苦苦的 這個 提鮮這個很重要,這個是小干貝 好好吃喔,QQ的 很鮮的味道 好,這個是我第一次吃素豆喔,好小一顆掉下去了,再夾一次 素豆,看看什麼味道 一開始有點像綠豆 但是有一股 香氣,就是豆子跟嘴巴混合在一起 慢慢產生了一個豆子的香氣 欸,這裡還有一粒 再吃一個 嗯 還蠻香的一個植物的特有的香氣 我本來很擔心,素豆硬斑斑斑會被煮不熟 欸,大概我泡水10分鐘後 然後 一起煮煮久一點 他也是有煮熟 我本來想說會不會 整顆還是硬硬的 最好吃的方式還是這樣大口吃 所以我要回到大口吃了 你也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喔 很清爽 有 原野的味道,因為有一些野菜 有海的味道,因為他有那個小干貝 然後記得 鮮菇要像我這樣子先爆香 如果你覺得這樣噴來噴去不好 用煎鍋不好,你可以像我用微波 淋油在 切好的鮮菇上面 然後再微波去爆香 這樣香菇的味道會變得更有層次喔 我剛的滷蛋在這裡,這是直接買來的滷蛋 冰在冰箱煮好麵,煮好冬粉,丟進去就可以了 啊,開心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拜拜 拜拜 滷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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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